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韩国的江东任九段对阵中国的十月九段 两位都是老牌的世界冠军了 对 应该说这两位棋手已经过了巅峰期 但是现在依然 活跃在各大比赛之中 应该说他们俩应该也是老对手了 所以今天这是非常精彩的一盘焦点之战 是 好 那这盘棋是十月九段纸黑先行 对 我们现在进入棋局 星位 黑极是走的是星位 黑极下一步还是非常少见 是选择了一个挂角 对 这个方向上也是 还是最早肯定都是往这边挂 因为我们要配合这个小木或者走这个中国流 都是往这一带下 但这盘棋是下在那边挂角 另外说现在的人工智能出现之后 对付星位也是点三三会多一些 挂角也是有点少见 但这盘棋十月的应该说是 下出了一部以前也很难见到现在也很难见到的一手棋 对 这个应该说十月应该是赛前还是做了很充分的准备 白玺 挂在这 低挂 拖鲜了 直接 现在是对付这个小木基本上都是选择低挂了 以前下的最多肯定是高挂 高挂 甚至还有这种二间挂 这个比较多 现在都是低挂 对 最主要的是都不怕夹击现在 对对对不怕夹击 以前肯定是会选择这种二间高夹 甚至三间夹 这个好多下法 现在应该是怕这种飞压 另外这个也怕点角 这些下法 现在实在是走了一个非常尖式的尖 这个尖是最后式的一个下法 这个也是一个 我记得这个下法最早的是日本的一个 就是几百年前的一个 其实我秀侧前下的 对 直黑不败 对对对 秀侧流 秀侧流 这个尖是很有名的一部下法 没想到现在过了这个 也两百年之后 经过了时间的考验 对对对 又重新辉煌起来了 是的 现在是还是下的越来越多了 这个应该说是人工智能给他又 又给他发扬光大了 又为他证明了 对对对 现在大家是下这个尖是越来越多 对 白积 点角 点角 这也是非常积极 白积应该说是步步都是人工智能的下法 低挂 点角 这都是非常的AI流 对 黑积是现在挡 黑积挡 爬 还是长一个是吧 接下来白积也是下的是 爬 没有选择飞 还有飞 好像还有跳的下法 这个下法很多 黑积下的很简单 就长一个 黑积也有飞 这翻积白积是下了一个最最普通一个最本分的下法 就是爬 黑积扳 白积扳 应该说白积这么下的话 也许他是觉得要保留这个打出来 大概是 比较容易想到是这样飞 这样飞他大概是怕人家夹击过来 这样是比较容易想到的 那只能理解他爬完之后的话 如果黑积再来夹击的话 他是应该是要准备 准备是不是要打出来 应该是这么理解 战斗 这大概是白积的一个准备 当然也打在这儿 打在这儿是比较普通的 打在这儿的话 就是下地 这也是一个下法 定式后的定式 对 这个就是白积实地非常可观 黑积是走外式 对 这么下倒是也是符合两个人气风 两个人的话 十月大家很熟悉 他这个是我们中国这个栗战派的一个代表性人物 人颂外号 场经一条龙 对 非常擅长吃大龙 是的 应该说在巅峰时期 基本上盘盘都能吃到一条龙 这个对职业骑手来说 我觉得最难的应该就是吃龙了 是的 不过最有意思的是 十月自己不认同这个说法 他觉得都是别人送上门来的 不是他主动去吃的 对对对 但事实上是他每盘其中吃到对方一条大龙 对 这个有点厉害 有点厉害 因为这个很多棋友们是最喜欢看吃大龙了 但是其实在职业的棋谱中 你是很难看到的 对 因为这个大家肯定是不到这个非常时刻 是不可能是死条龙的 尤其是每个人计算都非常精准 这个时候你想吃对方一条大龙是很难的 腾挪比公鸡容易 对对对 是是是 所以说这个棋如果下成这样也是比较正常的 但是呢这个棋 黑棋是选择了搬这个 选择了搬这个 把方向转到这边来了 这个下法也是非常流行的一个下法 慢慢再断 这个就是要问一下白棋的应手 白棋简单一点就是吃这个 对吧 吃这个也是有的 这样 像是这样 提个也可以 不提也行 简单一点就是提一个是吧 右掌心 这个就是有点忍 这个下法 有点忍耐 这样白棋可以抢到这个餐 然后就这样一下 这个下法是比较普通的一个下法 实际上白棋呢 应该说是 还是选择另外一个下法 这个下法也是非常的 应该说是一个经典的一个AI定式了 对 很常见了现在已经 应该说这个场合 白棋选择这个下法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 因为黑棋显得这边没那么宽 对不对 所以说白棋这么下是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打吃 白棋打吃 黑棋沾 白棋是选择飞出来 黑棋飞步 因为争死不利 如果争死有利 黑棋一定是争死白棋 对对对 争死不利 黑棋就飞在这 如果争死不利 白棋应该还有另外一个下法 是吧 应该可以搬在这 好你的争死 这也是一个 战斗 对这样的一个下法 就是如果你争死真的不利 可以这么应急 吃 然后再飞出来 这个下法也算是 一个流行的下法 很复杂 对也挺复杂 对 争死有利呢 就没必要下这么复杂了 就直接飞出来就可以 对 这个飞也是非常飘逸 这也是人工智能下出来的 最先下出来的一首棋 这种感觉确实不是我们人类所具有的 这个飞很飘逸 这个地方我觉得棋友们稍微要注意点的是 就是说如果是我们说争死有利 这个斑的话 这个地方黑棋是可以选择棋子的 把棋跑 好 这个地方看上去蒸不掉它 但是这个地方就选择个棋子 就可以接受了 可以夹着 可以夹着 所以这个地方还是要知道一下这个下法 不用怕 不用怕 有应对的招呼 就是看上去吃掉它也不见得便宜 所以这个棋如果说比较常见的下法 就是这么要飞一个 这个是以后要瞄着这个顶出来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用意 对 这边棋它是没走 这边棋 是守了个脚 守了个脚 这部棋确实是比较少见了 现在以前最早肯定是都是这么挂脚是飞一个 但现在下这种一挂脚大家都不去飞了 这个下法有点复古了 如果我那个年代学下棋 这个学棋的话 像这样的棋啊 如果不走这边的话 这个棋型我们一定会选择走在这个阵 限制黑棋这边发展 限制这边发展 因为这边黑棋已经势力已经非常大了嘛 所以是震一个 它如果飞 我还要继续压呢 这个棋 对吧 继续压缩我 继续把你压到 就是压得越小越好 重复让我重复 对对对 这个 这个应该说是我那个年代学棋的一个理论 如果是黑棋下的话 白棋不走 黑棋下的话 也是这么跳一个 也不去刷威艳了 这番棋 你看江东呢 还是 它还是硬了一个 很冷静的一步 很冷静的一个下方 韩国棋手啊 因为我们这代人跟韩国棋手交战次数非常多 韩国棋手他们的这个本质上是非常喜欢实力的 所以他们 透过现象看本质 对对对 看起来好像很栗战 就是看上去有风格也挺多的 但是他们最终的本质 还是实地是为上的 回归实地 实地为上 实地最大 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他们跟他们下棋 韩国棋手下棋的话 你尤其能吃到他的棋 但是你很难就是说 你最后他牧鼠就是差很多 就他一定如果最后拼命的话 他一定是拼命地抢实地 搭上我的大龙 我也不能让你赢 所以像江灯论和十月下的话 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因为十月本身是擅长吃大龙的 这个就是很好看的一个地方 这个我们埋下了一个伏笔 韩国棋手是 尤其江灯论 这一看都是非常喜欢实地 就是你可以吃我的龙 但是我不能地不够 那这盘棋 我觉得后面说不定就会给我们 上演一个这个屠龙 对对对 有可能吧 然后像中国棋手 包括日本棋手 会有这种均衡性会更多一些 就是咱们最后形成个细棋局面 然后慢慢收慢慢地走 就像这样 我这种阵一个就是均衡下法 我也不 那怎么样 你这块我承认你厚 我让你围一些 那你也围小一点 然后最后再慢慢地收官 他这个是 你能看什么 我先这个地我要先守住 我的是我的 你要是伟大了 他应该最终还是要进去 这就是他们的这个精髓所在 我的是我的 你的不是你的 对你的不是你的 是这样 怪不得他不愿意送空 对对对 河洋老师 是是是 你的空反正都不是空 对对对 有意思 好 那么接下来 黑漆的这部棋 也是这个局部 非常常见的一部 对 后续手段 这个应该说是 双方的一个要点 这个棋型我们 棋友们可以稍微记住一点 就是走在这里 白棋也是走在这 黑棋也是走在这里 这部棋还是非常的 非常的不错的一手棋 它是瞄着让你来 来走这个穿向摇 然后它实在是再补回去 实在是补回去 补回去也是 还是非常冷静 这个棋 这个地方 河洋老师 黑棋是不能冲吗 可以冲 你也是可以冲 但冲应该是不便宜 它应该是就挡住 挡住 那我断掉你 它这样 它再挡 这个地方 你就加不住它了 其实这个地方 有点难想 就是说 本身 白棋的蒸子是有利的 其实本来也可以这么下 但本来是 我们刚才说了 是打了为了加 就是本来这个地方 黑棋最好的办法 是弃掉这三个棋 是要加它 但是 对 但是现在 现在这个地方很有意思 黑棋先走了一手之后 黑棋这个地方 白棋通过这 转了一圈之后 黑棋它气紧了 你是夹不住了 反而夹不住了 它这个地方 就是说 黑棋气紫最好 如果强行药的话 并不舒服 强行药被我打成一个大包 这就是鬼一包 这个黑棋 好像有点接受不了 对 接受不了 这是个大包 它接受不了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棋友们 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说这个地方 千万不要让对方 打成一个大包 最好是反气紫 黑棋 所以这个地方 应该是双方 我觉得应该是 都研究很深 刀路很多 所以它穿出来 应该是在想让黑棋冲断 黑棋呢 当然这个地方 两个人是 应该不会应对 有什么问题 实际上黑棋是 选择是很冷静地捕回来 打吃捕回去 它应该是 瞄着这个白棋 那这两手棋 相对来说 如果黑棋本意 就是要补一手的话 这两手棋的交换 黑棋就便宜了 至少十月觉得便宜了 也确实可以这么理解 因为这个地方 你如果贴的话 也很难受 如果你要就这个字 我这样顺着攻你 这个白棋 你补也不是 不补也不是 然后跑出来的话 这个黑棋的头很硬 这个地方白棋是 也很难处理 这个地方 跑就更无随了 我随时就能打了架 这个地方就是 其实我们只要记住 它跑的话 你能打了架住 它就可以了 那当然能争掉是更好 我争不掉 我能夹住你 已经很满意了 黑棋 所以它是 它觉得你贴出来 贴回来不怕 所以它实际上是 黑 白棋是选择了非 对 也很清零 对不起 这个韩国棋手 还是非常清明的 另外这首棋 也是有木的 对 木上是怎么样 是一定要下到木的 这个对韩国棋手来说 很重要 当然是强调这个木 对对对 对这个韩国棋手 是非常了解的 是是是 因为中国棋手 说日本是在这个 围棋界是在摔落 他们年轻棋手 确实是对 跟中韩两国的 这个棋手比呢 确实是现在处于下风 对 所以应该说 中韩两国的棋手 是非常熟悉的 竞争是最激烈的 那么黑棋点角 黑棋点角 白棋党 这个也是现代理论 都是遇到行为 都是点三三 要是像以前 这个是我那个年代的话 一定是要说 一定要是 咱们布局题 选十分题 这肯定是要选这个题 对 这个你跳起来 你看 扩张起来 配合这边的模样 非常漂亮 对不对 也非常满意 你看但没有 人家是 边角 视而不见 实地 视而不见 咱们中国棋手 也很喜欢实地 其实 那么白棋 不给 不给黑棋这个角 选择了这个 连搬下去的定式 这个应该说 也是喜欢实地的 一种表现 这个地方 还是把实地 这个角地 白棋是要取掉 这样呢 黑棋 也是获得了 一个先手 对 这个定式呢 白棋 木树要多一些 但是黑棋速度更快 黑棋实战 提完了之后 飞角 飞角 白棋是选择 尖柱 特别的冷静 这个尖柱 也是有点冷静 正常是 应该是不走的 对吧 还是说 还想再压迫它一下 因为白棋 你感觉上 实地抢的 已经很多了 实地抢很多了 正常这个角 就应该让给黑棋了 比较容易想到 就往这边猜一猜 就是最简单的 这以后 我这边 就是想 凶一点 是肩冲进去 你要稍微 脾气好一点 就是上面掉一掉 就可以 当然你遇到那种 对实地最敏感的 那你还可以 往里头碰啊什么的 直接 走到最深入的地方去 尖三三 这个确实太喜欢实地了 我只能理解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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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东论应该说是 从这 就是从这个 几个取缔的下法来看 就是明显地看出来 他这个实地是 非常喜欢的 但是这个尖 我觉得有点过分了 这个 我是很难理解的 这种气 就算 就算人工智能告诉我 应该尖三三 我也不会下 不答应 对 就是这个 就是 再高的骑手 这么下 我的理解就是 这个棋肯定是要 往外面走 这个棋 这个棋 有点不讲道理 这个一直都是 在捞时空 对 黑棋逼过来 逼过来 白棋拆 这手棋很大 对 当然这是一个 明显的大厂 韩老师 这个白棋有没有可能 锁掉两下再走 飞肯定是飞不着的 飞它要脱鲜 只能拐 拐的话 拐 可以说是一种办法 但是也有亏的地方 这样的黑棋的棋型 也非常好 黑棋也很厚实 对 可以 其实是 不能说不能下 我觉得是可以下 可以下 可以下 只是这个下法 就是说黑棋 就齐形是比较好一些 但白棋 不管怎么说 就搭到 就飞着了 当然最好是飞 但直接飞 它肯定是脱鲜了 是吧 直接飞肯定脱鲜了 肯定脱鲜了 所以这个地方 它还是犹豫了一下 最后选择了端拆 端拆 那这样也给黑棋 留下一个好点 就是贴起来 对 这个贴起来 应该说这样的 这个定时之后 这个贴是一个 双方的一个 好的形状 白棋 简单是飞 但是这盘棋 肯定飞不着 对 我们看这个 高手队举当中 这两个点 不可能有一方 完全占据 对 就是又占了这个 又占了这个 这种棋一般 不会出现 一定会让你不爽 总有一边 是对方的 白棋是 又抢了一个大厂 对 又抢这个大厂 然后黑棋 飞压 飞压一个 这两边 白棋都是第一位 对 把它压低一些 白棋 扳起来 黑棋扳 白棋长 黑棋 压 这个只能长 这个是不敢扳 扳的话 这个断的话 下面这个力拐 这个气形是 气非常紧 白棋的气是很紧 对 这种地方 棋友们 我觉得 我们电机前的棋友们 应该说 一定要对这个 气要很重视 一般我们说 气紧的地方 一定会产生手段 所以这个棋 一定要小心 气紧 这个地方 马上就断出来了 对 这个白棋是不行 有各种各样的断 对 断这个也是 对对 简单一打也行 对 现在就是下巴 就太多了 对 所以白棋 这个地方 还是只能退 对 一定要小心 自己的气 黑棋是 黑棋点进来了 这也是问一下应手 这部棋 是有点够狠的 这个棋就是 把这边先压完之后 这边还要再倾入一下 这个确实有点 有点欺负人的感觉 我觉得 这个够猛的 另外一个 也是对自己的力量 有自信 这种棋是 一定要对自己的力量 有自信 白棋实战 也是选择了忍耐 这个就是选择忍耐 白棋等 比较容易想到 还是想先压两项 先压两项 黑棋顶过 对 然后走 爬 这样 这样大概 这个是比较本分的 一个想法 当然黑棋 这样就算先手 把它给掏掉了 也是可以满意 可以 就是黑棋肯定是 可以接受 就因为 再不走以后 有可能就点不进来了 这个时机 他觉得还是能掌握 对 白棋接受不了 白棋 白棋我觉得也可以接受 也可以接受 白棋这样就是简单了 这样我就 你就捞点小的 但是上面呢 也是我的 就这个意思 当然还有一种 比较凶狠的下法 就是 如果说 这个时候 尖的话 尖 有可能是 最凶狠的下法 但这个就 比较复杂了 这个地方有拖 有拖 对 这边应该漏也是 有先手 有先手 这样就是说 黑棋应该是能活 白棋呢 应该是怎么攻他之后 你如果能脱掉 然后这边再先动手 这就是一种反击的态度 如果 你 因为我觉得他是有点欺负人 那我们就转什么 你活这边 吃他的可能性不太大 比如说你 你就冲了 拐进去 我就攻攻你 然后我就沾一沾 攻你 如果你什么时候脱掉 那我就让你活 然后我这边先动手 这是一个思路 就是把这个控杖给黑起了 然后取得外事之后 在其他地方活便宜 对 这个就是针锋相对了 就是你要非要 现在来 来掏我的木 那我就现在要反击 反击的下法 但是江东论还是下的 这部棋我个人觉得 它还是有点 有点过于不反见 要不就是压两下 我觉得 对 下一部黑棋的时机也非常好 压 白棋还是不敢用枪 这个地方有点难受 被黑棋有点欺负的 有点难受 这个地方 它如果扳的话 这个段它应该 还是有点不好办 这个气还是一个问题 对 这个肠肯定是先手 然后这边下面拐了段 这个味道非常不好 这个白棋不敢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个地方白棋子力很多了 这个时候 这个地方老是不敢走 确实有点难受 这个棋 它如果刚才压 我猜它就可以搬了 如果刚才压到这两下 你这样就可以打了补一个 对 这样你就冲不出来了 现在它正好 你没有这几个 你是不能这么打的 你如果这么打 我一长 就可以冲出来 你再走 我一冲 你本来这油籽 你是可以退的 现在你退 你这个子 断点太多了 这个不能接受 是 这个地方有点难受 这个黑棋气负的 对 白棋还是退了一个 退回去了 退了一个 那这样的话 黑棋这一部棋就便宜了 便宜了 如果你先压再点 它肯定是反击 对 这个就是 有的时候我们说 下围棋 其实最重要的是个 时机问题 你时机掌握好和不好 那可差了远了 可以这么说 对 尤其对这种顶尖气负来说 所以黑棋这盘棋 几个时机把握 我觉得还是下得非常漂亮 先点再压 这个处理得更好 反过来确实 白棋应该是处理的 我觉得不尽如人意 对 黑棋这个高手所谓 这个白棋 斑 黑棋 斑 白棋 刚好是这个地方白棋 有没有可能尝这个呢 有啊 有可能 尝这个 尝这个它应该会斑吧 我问你一下 斑 斑我有没有 就是你断哪个 我应该吃哪个 这个棋型 就是你断这边 我吃这边 你断这边 我吃这边 这个棋型 那我又可能拐一个 拐嘛 那就是看你 我能不能吃了 就是 现在点过来 点过来它在火 这样你挡 如果你挡下来 我应该是要 这有冲断 我再把你这冲断 这个棋型呢 应该说是 白棋也不能算特别薄 但也不能算特别厚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应该是 还是很复杂 这个地方压也显身 但是 这个棋型 黑棋 似乎是可以沾的 所以它没赶 没有赶 没有赶 而且选择了 在这个地方挡住黑棋 对 因为 十月在这个 对江东来说 也是非常熟悉 它的棋风 我记得有一年 韩国棋手 就是调查韩国棋手 他们对中国棋手的一个 就是你最不想对到的 中国棋手是谁 那个时候 当然那时候还没有科捷 那时候我记得 印象中是调查了好多 几十位韩国顶尖棋手 当时他们一致的 好像结论是不愿意碰到十月 这个不是鼓励 那时候有鼓励 那时候不是对到鼓励 是不愿意碰到这个十月 所以说 可见这个 十月对韩国棋手 这个分量是很重的 因为它棋风 确实比较淋漓 杀气非常淋漓 所以对韩国棋手 应该是 也是吃掉韩国棋手 很多条大龙了 所以对他们来说 有点 有威慑力 闻风丧胆的感觉 所以看它这个棋下的 还是很本分 这个江东们 那接下去这个黑棋 准备走哪呢 我们不妨让棋友们 也自行思考一下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一会儿再继续为大家 带来讲解 欢迎回来 下面我们继续为大家 带来2021华为手机杯 中国围棋甲级联赛 第三轮的比赛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 这个黑棋搬了一下 跟白棋搬交换 接下来黑棋准备怎么下呢 它是走的最强硬的一个下法 这个地方它是要强行搬出来 搬 这个地方它是不是猴出来 猴出来人家要打拔 这个棋上才难看 所以它是要搬出来 那么跟刚才不同的是 如果黑棋没搬这一下的话 白棋是可以搬过的 对 搬了一下之后呢 现在白棋就没有办法打过了 对 如果打的话 那就转身了 对 就这样黑棋上面还能来一下 接上这样 这样黑棋就粘出来 虽然你打拔一个很舒服 但是黑棋的气形也算刚刚好 都正好把你分开 对 而且吃的还是挺大的 所以这样白棋是不肯的 白棋是下的也很强硬 这时候它是强行断上来 断 那这个时候黑棋一粘之后呢 白棋这个地方吃明显是有断点了 白棋粘上 粘上 黑棋这个时候加了一个 加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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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意只能理解是问一下 但是也没 我是没太看出来 这部棋加有什么 就是一定要走的 但是也许它是觉得 是试一下白棋的硬术 但是白棋确实也只能 不能粘了 这粘了这以后 这个木太 虽然太产重了 对 这个绝对不能忍吧 实战白棋是打了一下之后 打是白棋的权利 这个如果吃它就转身了 它还是要长 然后立下 黑棋脱 白棋再贴出去 贴出去 那这个感觉就是形成了 激烈的战斗呀 这个应该说 黑棋成功地把白棋分断了 然后白棋呢 白棋应该说 这地方从子力的角度来说 白棋并不吃亏 白棋子力还是很多的 但黑棋呢 因为外面很厚 所以它觉得 能跟它发生战斗 它也能接受 另外这个十月 它本身是 还是希望能找到 一个攻击的目标嘛 对不对 这个应该说 是比较好理解 有目标就好了 对对对 所以这个江东论 应该是下的 都还算比较平稳 一直没给它目标 但现在呢 不管怎么说 你这被我分开了 对 它就有目标了 这个地方 木树上谈不拢了 就必然引发一场战斗 对对对 白棋继续往外贴 对 再贴一下 这都是白棋挺立 这个地方呢 白棋是扳不下来的 对 这个地方 这个断完之后 这个黑棋的打持是先手 对 这个时候如果扳下来 黑棋是一定要是单断 这个地方我们棋 我们一定要 一定要知道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去 下这种俗手 这个太俗了 这样这个棋就自撞一棋 这一打这个人家一尝 一尝 四对三 四七对三棋 这个黑棋就全完了 这个棋 所以这种棋是能看出来 是一个撞了一棋 撞了甚至有可能撞两棋的可能性 对 对不对 你看这样 我如果这么下的话 你如果说这么收 尝我就挡住你 我就挡住 你假设说 你是不能吃进去的话 你吃我这么吃 你不是吃不了 你吃我也沾 我们能看出 这个地方有可能差两棋 这一棋 这个地方你还不入咋 有可能有 至少差一棋 对 差一棋 那可就是黑纱白了 这盘棋差一棋已经够了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棋 我们一定要记住 这种地方是 有先手先不走 这个断它 这是一个重要的一手棋 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白棋是搬不下来的 实战白棋就选择了长 利用这个长棋的先手 应该说白棋呢 还是有所得 有所得 这样再断 黑棋也没办法 这个棋要长 这个被人胡打 这个太厉害了 应该说白棋呢 也算有所得 还是把这个棋给分开了 黑棋呢 就是这个角是黑棋的 然后另外这个有堆子呢 这个应该是对上方这个模样 还是有呼应 感觉这个有一个立体的架势 是 这个地方应该说是 双方都有 都能接受吧 黑棋实战是拐 拐这个 拐这个也是头非常大 非常大的一棋 这个如果不走 这个被人家一飞过来 这个太大了 这个子现在就变得很危险了 对对对 这是必争的一点 这个应该说白棋分段 我必须得把这黑棋这一点抢到 白棋实战 先就橙质过去 这个地方白棋如果不走的话 黑棋甚至可以利用这边的先手 在外边 有一些 有这个可能性是吧 靠这个 对 靠这个 这个我们能看出来 现在倒是能看出来这个加的用意了 这个是不是这么理解 就是说现在加 你现在一走 我这样可以一断 这就出事了 这应该是十月当初 为什么要去那么早加一个的用意 我们这个是 是只能这么理解出来 这样你吃 就可以跑了 就可以跑了 这个你是争不掉我的 这大概是十月的一个用意 所以这个时候白棋大概只能 如果要忍耐他这样 他等于白走饶一下 而且还是先手吧 这还有跳 是是 跳完了断 白棋起很紧 对对对对 这个味道确实不好 这个倒是我们现在能看出十月的用意 用意深远 是是是 所以他选择是拐 所以白棋觉得这部棋还是很大的 对 先手背边封锁进去 不肯 所以拐出来 反正我是觉得他这地方老不走掉 我觉得作为我是 就是我觉得 要是我的这个风格 就是一定是先把这地方 什么先让人压一下 让他为四路算了 我是很怕对方跳到这张起来 但是他呢 你张起来他应该还是想着进去 这个就是棋风的不一样 可是现在黑棋这个地方又多了一串外事 对对对对 反正我是很害怕 如果是我 我一定会就是你这个 我先把这边先把你压两下 然后再补这一边 对对对 这是 这个还是正常分寸 对对正常分寸 或者我们均衡派一定会这么下 对 但你看他这种实地流那个地方 我还不承认是你的空的 这个太过分了 这个 好那么实战 黑棋跳 继续来压缩这边 这边确实白棋还不活 这地方 其实还是有一些问题 白棋还是补了一手 黑棋抢到了这部跳 这个跳真的很大 看着就觉得诱人 对 我是不能理解这个地方 白棋为什么不 先压缩一下白棋黑棋 对 这个只能说对自己的 这个 也是对自己的力量很有自信 你就是一定对自己的 制孤很有自信 我要是对自己的 制孤能力没自信 那我肯定怕对方吃我 但是他现在明显是 对自己的制孤还是很有信心 自信派的 所以 好那白棋 这个时候也还是没有打入 而是先在这个地方去捞取 这个都是能看出来 这个就是韩国流的这个本质 就是说对自己的制孤非常有自信 这也就是说 我先捞一瓢再洗进去 再进去 你正常就应该直接洗进来 你这个干嘛让人家多一个子呢 对啊 多一个子不是对自己压力更大吗 对对对 另外一个这盘棋 但是我觉得它有点失算 它这个形状 它走了一个 它觉得这边多捞了一个子 但是从事后看 它好像多走一手棋 不见得好 并不见得好 对 并不见得好 这个有可能是它失算的地方 正常想着我压一个 我这边我白多一个子好 但现在压完之后 这两个子变重了 下一步这个十月也是非常的敏锐 它这个棋形是顶一个 顶在这 这个白棋是非常痛苦 所以这步棋 我觉得它是一个失招 它应该还是直接进去算了 做人嘛不要太狠了 给对方留一丝空间 结果自己走完之后 对方就没给他留空间 对 因为你这下重了 这个人一顶 你这个子不好意思气掉了 你现在如果你 你现在简单应该是长 那这样人也一跨 那你这两个子 你不是多死一个吗 对 多死一个 这肯定不答应 是 这白棋肯定不能同意 但你不答应的话 这个地方就有可能 要发生一场乱战 这个又十月比较喜欢 毕竟这个地方 而且黑棋子力还是很多 白棋的话 真是强行作战 应该是占不着什么便宜 白棋飞 发力了 对 还是要发力 这个一子变两子 不能再死了 黑棋搬下 白棋挡 黑棋打吃 这样的话局部 黑棋已经有眼了 对 应该说 这盘棋要注意一点的是 打结的话 黑棋是很厉害的 因为这个地方 有一二三四 大概有相当于 我觉得大概有四五个结材 而且这四五个结材 是非常非常大的结材 当然这个也有可能 也有结材 这个段也很吓人 结材的话 应该说这盘棋 白棋是非常非常吃力的 好 那这有两个断点 白棋还是得继续补 补一个 然后白棋尖 黑棋是拖进来 黑棋这块棋 活棋还是不成问题的 因为打结的话 确实是白棋不能打 白棋只能搬住 搬住 黑棋直接是 把它冲一下 留一个断点 留一个断点 这是 然后再拱活 拱活 沾上 黑棋还要长 长 长一个确实是 有点欺负人的感觉 对 这个棋 这应该是 普通就是一个棺子 当然它应该是 瞄着白棋的毛病 所以长了一个 因为它这个段是先手 对不对 但是 先手 但这个地方 你很容易想到 这个胜负肯定不在这 这个棺子 十不其左右 生活肯定在这边 如果是我一般会先想着攻他一下 对 我们就想看它怎么吃这个白棋呢 对对对对 十月也不着急了 现在它是先把这棺子先捞掉 这个确实让人想不到 对 它是认为这个地方是不是先手 对 它也许就觉得是个先手 白棋打吃黑棋沾 白棋点过来 白棋点 白棋也是 现在是反棋 因为这个地方 白棋如果这个子跑出来的话 这个段就会变成后手 是 白棋这里先手 这个力先手 这块棋就活了 对 它就是希望黑棋在这补一个 然后我再补回来 你要不补呢 我就要把这个枣子给你拽出来 但你拽出来呢 也有一个不好 就是你把自己的这个子力拽得越来越多 这个我们说了 十月是很擅长吃大龙的 你这个拽出来不见得是件好事 对 那么黑棋飞过来 也飞 白棋贴 黑棋断 这个够狠的 够狠的 这个棋 断的话就是说 看你这个地方 正常白棋需要补一个 那我这边就先动手了 先动手 确实这边 这个吃吃 这个白棋确实有一些问题 如果没问题的话 它肯定不会长 它长完吃了肯定是有问题的 这个白棋呢 也是像得很凶狠 对 直接就把这个跑出来 跑出来 黑棋 打吃 打吃 整形 打吃两下之后 把自己的形状整好 对 这个地方还是能看出来 实意很巧妙 它是算出对方跑了 所以它先飞 然后再挡 这样我们能看出来 它如果是没这两个交换 那人家肯定是跳了 你再长 那人家肯定是双了 这个棋型 所以这个地方还是能看出 持肌下的 对 掌握得非常好 高手 高手的这整个计算 是非常的严谨 走掉 黑棋 这个时候 这一块白棋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地方 应该说是 白棋应该是有问题 这个 有问题就是黑棋走了 那肯定是对这边 应该是有些办法 如果没办法的话 那就不应该走 这是我 这是我们这一种逻辑 是 这个当然一定的 能还是最终 还是要看 它能不能走出棋来 加吃 因为这个地方 确实是没有眼 打吃 这都是相识的权力 打吃 提掉 黑棋现在一拐 一拐的时候 现在 白棋 已经不敢粘了 不敢粘了 粘的话 应该是要 这对黑棋 一粒 一粒这个白棋有问题 白棋现在 不能挡了 挡我这一破眼 这下面是死棋 所以白棋一定是要 做上面这个眼 那做上面这个眼的话 黑棋现在应该是 挖一个 挖完 一大飞 下面就没眼了 一大飞 这个形状是死掉 撕得很干净 对对对 这个是 净死 连打劫都没有 这个打劫也不行 况且是连打劫都没有 这个白棋是不行 对 所以白棋 它实战是要 先扳一下 这个地方 还是很 很 还是很巧妙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黑棋 我们说 如果最凶狠的下法 一定是挡住 挡住的话 它应该是准备 再粘回来 这样白棋就活了 这样应该说 好像跟刚才是有区别了 对 这个地方 首先黑棋不能顶 顶的话 白棋这么一打 打完 打 这个我可以这么打两下 你提掉 再一吼 这个问题不大 这样白棋活了 所以黑棋呢 它通过这个下法 是希望你不能立了 你只能来打拔 你打拔这个字 然后我做上面这个盐 那这个形状是活棋 下边连结都没有 现在你 应该是打结也没有 像你吃 我就饿了 这么结不归了 提掉 这样我自己吃 你结不归 所以这个地方 多了一个扳之后 它就是让你多 相当于让你 多拐了一下 多拐了一下 对 立完你拐了一下 这就 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对 不一样 假眼变真眼 对 这个地方 两个高手 应该是 下的是非常的精彩 这个地方 当然黑棋呢 也肯定是 那就转身了 这也是有所说获 吃掉 一二三四五六 吃了七个子 吃七个子的话 加上这些虚目的话 二十目是肯定有了 二十目本身 但是白棋这个长也挺大 对 尝完这个吃还鲜手 鲜手 二十目 从屋出的话 黑棋不占便宜 但是黑棋 我们有一点 就是它吃完之后 它肯定是越来越厚了 厚了 对 越来越厚了 那么是不是对这块白棋 会有点想法呢 对 那肯定我厚了 对你威胁肯定大了 这个肯定是这样的 是 那接下去 黑棋下的也是很细腻档 老师我惊奇地发现 之前黑棋加了一下 这会还便宜了 不然这被点的时候 如果没有这边的话 白棋还能搬进去一下 对 是 这一下竟然到现在为止 还便宜了 在白棋拐了之后 这手机还便宜了 它应该是最重要的 还是它大概是 就是瞄着这个顶 当初 这个大概是 它最重要的一个用意 对 黑棋这个时机 掌握得非常好 然后实战 给一起尝这个 这部棋也是非常非常大 对 白棋这块棋怎么处理 这个肯定一定要活棋嘛 一定要走出眼位来 小猴子脸 对对对 这个是正常 黑棋也是 继续搜根 不给白棋眼位 对 白棋挡下去 这挡我觉得有点 有点是 这怎么说 亡命之徒 这个要是我 我肯定是管快跑 往外跑 对 往外跑了 这地方应该说 这两下交换 应该说白棋从实地上 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实地了 另外你爬过的话 我这没顶 我这还有点眼位 可以接受了 但是它还要什么 还要冲下去 这个就是 这么说 一定是要这个 要这个 钞票 对 要这个 要这个实地是为主 那黑棋这个贴起来 给他的这个眼位 白棋顶住 黑棋点过来 这个时候黑棋 是不是起杀心了呀 对 黑棋现在 这个一贴一点 很凶狠 这个白棋 白棋的起象 有点难看 但是呢 这个地方 它也是瞄着 黑棋的起象 但是有点走不着 有点来不及 来不及 白棋冲 这个地方 十月下得非常紧凑 反冲 反冲 白棋 沾 再挡住 这个地方很意外 就是白棋 看着好像 这边黑棋起很紧 这儿能打 但是白棋来不及 只剩两口气了 对 它没法 对 它来不及一下 对 这个扑 扑不到了 已经 对 现在扑 只能粘回去 只能粘回来 这个黑棋还是很满意的 对 然后黑棋 立了一下 这是它的权利 对 这个是不是考虑着 以后这边 可能会形成打结 那么这个立一个 以后这边的结材 另外一个 它有可能独秒了 这个他们因为是 这个时间 下到这下了一百多手 对他们来说 已经 他们在围甲中 已经算老将了 越老的棋手 他这个思维上要慢一些 有可能会独秒了 所以说他们 这个有可能像打僵的 一个下法 打僵 打僵 但是这个地方 我觉得如果独秒了 还在杀别人的时候 这个时候很容易 就是很紧张 对 这个现场气氛 一定是非常紧张的 这个时候 十月是露出杀 杀招了 这个时候 立完之后 应该是 它还是很难抉择 正常 它应该是这么 跳方一个 对 但它这个下完之后 它是决定 还是要 晾一下屠龙刀 实在是 下一步棋 这步棋 真的是 决心 能看出来 这步棋的决心 一般我们说 这个棋子 就不要挨着自己下 对 但是这步棋 现在在杀白棋的时候 这步棋 其实是不给白棋 任何借用的一步棋 对 这步棋 首先是要把你的路 给断掉 不让你连回去 就这手棋 本身来说 效率极低 但是在杀对方的时候 就有可能 这个杀伤力极大 对 就是没有任何利用 对 你走别的地方 有可能都有利用 是 就是这样 白棋 抵来点方黑棋 像白棋 活棋的过程当中 还在这个 瞄着黑棋的 这个地方的弱点 那么黑棋 这个眼味也不给它 顶 沾上 这个地方 白棋 断是先手 对 是先手 但断的话 黑棋 是应该是会 就是补一个 提一个 这样的话 就是你断完之后 这里头是一个 是死棋 就有一只眼 我有一只眼 这样的黑棋 应该就没得商量了 是肯定要吃白棋了 就是你现在出 你现在不关注 我现在打吃 你打吃 我应该说 那我再打吃 这样我应该能尝出来 那我 你现在这边不能乱铺 你铺完了没有用 这个 我觉得我这两副棋 就把自己简单地走死了 因为它这个棋 对 这个地方是不入气的 又是不入气的 你可以吃在这 你吃在这 但这一个是没眼 没有眼 另外一个 你有眼我也不发现 我这个粘应该是先手 你提掉的话 我摘一点 你这也不行 你这下面死了 这样你走 我再搬 这个力已经没用了 对 你力这个 因为你现在这个 为什么说它上面这个气 你这个是齐精的 就是你上面气 如果一紧了 你就没用了 这样你也不行 这样你是过不去的 这个你沾 我是一提 我把你提通了 等于是 这个你也不行 原来是这样 对 那等于说 这边白气已经没有用了 就是说黑气这个气 是非常非常厚的 就是说你 你什么铺都没有用 这可以这么理解 所以说现在黑气 确实是非常厚的 对这个白气来讲 所以说他现在白气 当然是从心情上说 我能断上来是最好 但是他不敢这么下 还有一种 就是说这个地方 白气是强吃 白气其实 他为什么不肯断呢 他强吃他的也是有可能的 这样黑气一定会把这个粘住 这样你粘一个 这样就形成了一场杀气了 看起来工气太多 有眼杀瞎 对 这个地方我们电视机前 有水平的这个 有实力高一点的气 我应该知道 这就叫有眼杀瞎 有眼吃无眼 这个我们都不用数气 都就知道这个黑气 有这个眼之后 因为工气都得白气来收 所以这个气 白气应该是不行的 对 白气只能往外跑 实战呢 白气赶紧往外尖 那么这个时候呢 黑气就再把这个眼给夺去了 他最早要活气 现在是 对 然后提掉 白气赶紧在上面做一只眼 对 再打背 现在黑气的看样子 他也没再准备吃白气 爬了一个 但这块白气也没有活 对 白气还得赶紧把这块气给做活 对 实战呢 白气是飞 对 黑气挡 白气贴起来 我怀疑啊 这个十月是不是还没有忘记 中间这块气呢 现在借着这边白气做活的时候呢 去借劲 是 他是借着那边劲来 来瞄着这个地方 这个 这个对白气来说是很 很头疼 很难 对 然后白气断也是寻找头绪 这不齐 如果再一味往这边走呢 我这个黑气尝一尝 这个感觉中间这块气就快无疾而终了 是 白气赶紧寻找头绪 黑气长 白气长 先手 先手 黑气跳 跳一个 白气贴 贴了一个 黑气贴 这个再补一个 白气这个时候 虎 黑气这一步棋 家很厉害 家很厉害 这一下白气这个地方就没眼了 对 就让白气虎 黑气吃住啊 十月对于这个眼味的这个要点 还是很明确的 对 这块脚还没有活 然后黑气扳住白气这个头 因为打结的话也是黑气绝对有力 所以他现在也没法打结 对 这个时候 白气只能往这边出来了 那么黑气沾一个其实是绝对先手 是 这个地方白气得补齐 对 这个是黑气的权利 但是其实不走也没关系 刚才我们说你铺到最后也没有用 所以说这个地方其实关系不是太大 接下来就把这个一走近 白气提 然后黑气这个地方一跳啊 这个地方白气就没有出路了 对 这个应该是最后一手提 这个地方白气现在如果虎这个 黑气肩这个 跳不回来 你虎这个 肩这个 也没问题 这样一走呢 这块大龙最终是被擒掉了啊 十月最后还是 这个场军一条龙的这个绰号还是 名不虚传 对 这个也是被赫阳老师言中了 对对对 这盘气这个果然最后白气是用质孤 对 但是在这个十月的屠龙刀下还是成为了一条冤魂啊 对 这条大龙 这个太惨了 是 应该说这盘气还是非常精彩 从实地和模样的对抗 但最终呢十月的这个力量更大一些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讲解呢 也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